第四條,考慮複合不等式Compound Inequality 中間的螺族字眼是n 即是你找出來的x的範圍是要符合兩條不等式 不可以符合其中一條,要一定符合兩條 A,2x-7,9x-4,3 把三地的隔離成,變成6x-21,9x-4 然後把x放在一旁,變成6x-9x 沒有x的就放在另一旁,變成21-4 左邊就算是-3x,右邊就算是-17 留意,兩邊除負數的話,不等式的方向要轉 就變成x大於17-3 另一方面,第二條的Inequality 就是8-5x-12 兩邊減8,就變成-5x-20 這裡有個常見錯案 就是把8掉過去減之後,這個負就不見了 其實這裏-5x是一個 term 的 所以你移動8個到另一邊 負-5x仍然會留在這裏 接著兩邊除負-5,不等式的方向要轉 就變成x小於正4 接著你就可以在草稿那裏 嘗試畫個Solution出來 方便自己看看不等式的範圍在哪裏 拿0做一個參考點,Reference Point 17 over負-3 4小於0 4大於0 好了,第一組的不等式的方向要轉 就應該在這裏 大於17 over負-3 而第二組的方向要轉 就是x小於4 內縮字眼是n 即是我們要重疊的地方 即是中間這部分 因此,x夾在4和負-17 over 3之間 這樣就要做個Part A Part B問 有多少個負的整數 符合這個不等式 不是全部整數 而是負的整數 所以你想想 要符合這個不等式的範圍 有多少個是負數呢? 首先你想想 17除負-3 大約就是-5點多 OK 所以剛剛大於負-17.3的整數 就是負-5 然後就是負-4 負-3 負-2 負-1 零就不考慮在內 因為零就不是負數 所以總共有五個 寫個五字 There are 5 negative Integers Satisfy Combine Equality 第四條就完成了